现在这个事情进展到什么程度 就是我们现在那个房子嘛 还没下来方本 因为我们那个房子不是在法院起诉了嘛 还有整议 法院判的是房子没有方本 就不给你分割这个房 现在先不处理对吗 对 不允许等纪 所以所有的事其实都不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 对 妈妈现在身体能照顾自己吗 还是需要你照顾 也是需要我照顾 妈妈状态不好对吗 对 因为她每天妈都在 因为这件事就是吃不好睡不好的 那今天其实妈妈也来到现场了 那妈妈现在到底怎样 我们现在把妈妈也请上来 妈妈原来就这么瘦 还是现在瘦了呀 原来还比现在稍微胖那么一点点吧 但是现在就是因为遇见这么多事嘛 然后身体越来越瘦 现在好像也就七十多斤 对啊 因为家庭情况嘛 反正就是这么大事 和一般儿子睡不好吃不好的 所以我知道家里 接二连三地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 包括现在这个事情到现在没解决 肯定会给您特别大的压力 刚才女儿说到其实2016年先生突然离世 肯定给这个家带了很大的一个影响 本来想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是 你和先生是哪一年认识的呀 你们是别人介绍的还是 经别人介绍的 先生对你好吗 这咋说呢 一开始还行嘛 关话都不中了 你说之前先生对你还不错 那大概有多长的一段时间啊 也就二三年的时间 开始有变化 是因为什么 我估计的情况下肯定都是因为 我没有共同的孩子嘛 二一个就是 肯定是他也有个孩子嘛 这是自然鬼略 他肯定都得向着他的孩子嘛 后来他都对我越来越疏远了 也不那么心弄我了 挣钱也不交我了 给谁了呢他 他肯定都给 背着我给他儿子了呗 他儿子多大了呀 他儿子二十多了 那边也经常过来 会和你有争吵吗 是 那小子就 跟我要钱我要不给他 他打我 他为什么跟你要钱啊 因为他都认为是 他把把钱交给我了嘛 你不说先生根本没有给你钱吗 是啊 他是那么认为啊 你先生知道这个情况吗 知道 他有说什么吗 他不说 任由这个事情发展 他不联系 那家里其他人对你怎么样呢 婆婆那边 也不好 其实本心里他们也都是 不想他儿子再结婚 但是他儿子 我们俩双方愿意嘛 回了我们走到一起的 我没有二心 我只想是他的事 是跟他真心过日子 但是他们心里 有他们心里的想法肯定的 我在他们家干中 你付出多少 来多少累 他们都不在乎 就是你要一轮到财产了 这可不重要 就是怕拆迁之后 回我站家财产 所以先生突然一走 一个月之后 你又被婆家起诉了 是 您当时拿到这个起诉书的时候 您当时怎么想 没想到会把我告了 法庭上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啥的 因为本身我都不大腿会表达 担不担心就万一真的被赶走了 没地儿去 是 拆迁是哪一年啊 2013年 其实在那之前 你们的关系就已经开始有变化了 对吗 对 但是变化那时候好些点 不是那么明显 对对对 得到拆迁的消息的时候 当时您和先生怎么商量的呀 在拆迁之前 我们两口的都是商量 我说无论如何 给我闺女一套房 她也没说啥 我说不给她房不行 我说我这么黑一般的 一打进你们家 我说啥没有 一层破牢房 我说连冤枪都没有 我说我这么死活卖命地干 我说你必须给我闺女一套楼房 你们俩在一块之后 家里又盖了房 或是做了什么 盖了三起 满汤 都是整个党院都盖了 结婚期间一块盖的是吗 对我们结婚之后 借款盖的 她走之前房子是拆完了吗 已经都安置完了吗 安置完了 怎么安置的大概 分了三套楼房嘛 两70平米 一个60平米 当时有女儿的吗 没正式分呢 都是暂时居住 两个70平米的 我觉得那小子住着一栋呢 他住着一栋呢 我说那60平米是我们两口子住着呢 然后他就出事了什么 对对对 现在的实际情况是 暂时居住着呢 一人一套 所以现在国家起诉你们是想怎么处置这三套房产 他们的意思就是让我拿出我住那个60平米房 我们两口子和一边累死累活盖鞋的房 我说你里面长过一丁点边 我说你让我出去 我上哪儿住去呀 我再说我还活着呢 你都被我要发 我说这房我老了 谁对我好 谁养我 没准给谁呢 因为我们当初我们没说那个分他一套 从来都没说过 因为我们之前就商量 无论如何给他一套 我说你还活着呢